愛情主題曲唱不完 接下來要問這個心得 你在高中的時候有一段 你覺得非常深刻的感情 對 就高中的時候 交往過一個女朋友 她從我念國中一直到高中 大概交往了兩年多的時間 兩年 親自的戀情維持兩年 對 就七枚竹馬的愛情 其實印象更深刻的應該是說 當然因為年輕人 沒有做好避孕措施 所以她就懷孕了 什麼叫更印象深刻 這最重要的事情 對 深刻 她一直在想到底要講出來 這是高中 高中 一發生了 對 高中 她爸是 然後她爸是警察局長 然後她的 她的姊姊 政大的學長把她姊姊 不小心也是沒有做好措施 姊姊懷孕了 結果她爸就說 你來... 你來問到... 結果就把她姊姊的男朋友 叫來家裡面 你們兩個在開始跪 帶到小房間 把她姊姊的男朋友 因為她爸很高 一百八十幾 把她姊的男朋友一個過肩摔 摔了以後站起來 把她的筋骨踩斷 這個叫筋骨 天啊 然後後來我知道 我這個女朋友懷孕的時候 我的腿 真是的 好痛喔 整個腿都麻了 但是後來沒有讓她爸知道 知道我今天應該 無法如此健全地 走來這裡錄音 那時候就印象很深刻 所以那時候後來是 你們兩個都是小孩子 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後來就是到了幾個月以後 把小朋友 把那個小嬰兒拿掉 拿掉之後 我有好幾個月 甚至一年 一直夢到一個小女生 爬到我身上叫我爸爸 對於小朋友來講 我心裡也很... 很過意不去 那這個你想唱哪一首歌 來紀念這段感情 然後讓我心裡特別難過 所以我就... 在我們那個年代 就是六七年代 有一首歌 就是黃品源的 你怎麼捨得我難過 那是特別經典的一首歌 所以我唱了好幾百次 來紀念這段感情 唱了幾百次 那現場再唱一下 那我直接唱副歌了 好 OK 這首歌是幫那首 女朋友唱的是不是 好 那個 差我七天生日的女朋友 此時此刻我永遠會記得妳 曾經帶給我的美好 謝謝妳 出社會之後 其實我覺得妳還滿多情的 後來又交了一個女朋友 是八年 這段回憶 妳說苦不堪言 八年四個月 因為我交到一個 天蠍座O型的女朋友 那敢愛敢恨 然後她跟我在一起 然後我們後來 生了一個兒子 因為又懷孕了 那當然我們就把她生下來 生了一個兒子 所以這個有結婚 有結婚 但是一年多就離婚了 因為就也是年輕人 就大概二十出頭 二十一 二歲 那因為她的那種愛 太於強烈 她特別會吃醋 特別會 比如說看我的BB Call 誰傳訊息給我 包括我下班七點 如果沒有準時回家 她會生氣 甚至把一桌的菜都倒掉 因為妳晚回家 因為妳開會 然後她也會在我們去 餐廳吃飯的時候 我對著Finders餐廳的 女服務生微笑 就微笑 我點菜會微笑 她會 台南人 妳現在是當作我死人 然後她就會把 就整桌的菜就不吃了 然後就變成我一個人吃 因為她說 我為什麼對她微笑 對人微笑不是基本的禮貌 不可以 妳除了對我 不只能對其他女人微笑 那我被她就整得滿慘的 所以妳覺得她控制力很強 對 然後她還會在我 夏天回到家 可能我去應酬回到家 夏天她會把冷氣關掉 然後幫我蓋被子 蓋一件 兩件 三件 讓我悶得滿頭大汗 為什麼要這樣 就是讓我很熱 夏天把冷氣關掉 為什麼要爆成 就是讓我不舒服 她是蓋往生被還是蓋什麼 蓋一般的棉被 然後冬天回到家 她會把冷氣開到最冷 十八度 十六度 然後把我的被子慢慢抽走 然後去別的房間睡覺 這有點恐怖 這為什麼 她就讓我感冒 為什麼 她不是很愛你嗎 她認為我不應該這麼晚回家 這種懲罰的方式 然後用了很多的方法 然後後來 後來我們分手了 其實我們 你有跟她表達過嗎 說你的愛 表達過 其實我們離婚之後 還在一起五年多 因為我答應她 過世的母親 要過世前 我答應她媽媽會照顧她 所以我們離婚後 又在一起五年 其實對我來講 是苦不堪言 因為其實勉強的感情 硬要湊在一起 其實對彼此都很痛 可是八年很久 能夠勉強這麼久嗎 比八年抗戰還久 八年又四個月 對啊 其實滿痛苦的 那後來 八年大部分時間 你都覺得是痛苦的 後面的五年 OK 當然一開始戀愛還可以 後面的幾年是很痛苦的 那最後怎麼分手的 最後就是遇到 老天派下來的小天使 Sophia 然後遇到她 她就把她約出來 跟我那個女朋友說 你給我幾個月的時間 我讓我的人生好過一點 Sophia那時候是你的 後來講你還是 認識的朋友 那時候是朋友 對 然後她跟 就是我前妻講說 那你讓我來這幾個月 好好的安慰她 溝通也好 然後讓她的人生好一點 那後來我們的分手 我跟她講 你給我的 你的愛太於強烈 讓人會怕 讓人很痛苦 她說沒辦法 誰叫我這麼愛妳 窒息的愛 所以後來是Sophia 勸她 勸到她願意 願意說給她幾個月的時間 來調整我的人生步伐 然後讓我的人生比較圓滿 但後來你就跟這個Sophia 在一起 那你前妻沒有很抓狂 也有 但她發現無力挽回 她發現無力挽回 她就沒有再介入 雖然現在她偶爾 還是會出現在我家 還是會看到 等一下 現在還出現 當然了 因為我們有 共同的小孩 一定會出現在我家裡 但是我就盡量 盡量避免看到她 我也不太想看到她 那跟你現在太太的關係 還好嗎 她跟我太太沒什麼關係 但我太太 在我面前不會提她 因為她一提到她 我心裡就會不舒服 但是她提到Sophia 我心裡還滿高興 她還可以接受 大家先聽到這邊 應該覺得劇情有點混亂 對 滿混亂 精采的故事 那是快樂的感情 八年四個月 還有Sophia七年九個月 然後記得超清楚 那你跟Sophia 後來這一段 又怎麼結束的 這一段後來 上次節目說過 前情提要一下 就是最後 一樣就是 沒有受到兩個家庭的祝福 我跟她雖然很好 很甜蜜 很快樂 七年九個月 甚至沒有吵過假 非常甜蜜 就是你認為這個女孩子 就是你這一生 你生命中要遇到的人 但是你沒有受到 兩個家庭的祝福 你就因為這樣子 就必須分手 那也怪我當初的不夠堅持 沒有為了我們這段感情 去努力 然後在兩個家庭 都要付出 都要去努力 才有可能會在一起 你們分合了三次 對 然後她 因為在剛開始交往的時候 她就曾經跟我講過 我跟妳在一起 如果妳沒有要我走 我永遠都不會離開妳 她曾經說過這句話 所以我們 這種不離不棄的愛情 我們就一直在一起 從我不好到好 從小業務員到店長 到店經理 汽車公司 那她都一直陪伴在我身邊 無論妳好或不好 但是後來要分手的時候 她跟我講一句話就是 如果你真的愛我 就讓我走 因為她當初答應過我 如果你沒有要我離開 我永遠都不會離開妳 後來我就說好 那妳離開吧 妳走吧 那我們就... 我就說那妳要搬家裡的東西 因為同居 妳要搬幾天 隨便妳 我一個禮拜後再回來 所以她就帶著她弟弟 帶她家人來搬 搬我們公寓裡的東西 就各種東西 因為七年九個月 畢竟時間很長 搬到後來 連吸塵器都搬走 她還打電話問我說 吸塵器妳能拿嗎 這台很好用 那當然我媽很不諒解 連吸塵器都把妳拿走 那後來我當初 跟Sophia電話中 我跟她講 人都離開了 妳要什麼都拿吧 妳全拿走都沒關係 最重要的都不在了 人都離開了 妳要什麼都拿走了 那所以後來就東西搬走 然後就... 感情就停了 停止 所以這段感情 是最不捨跟一人記憶深深的 就是這一生到現在 永遠的痛 它會刻在妳的腦海 跟妳的心裡 那一樣 Sophia我一樣 刻在我心裡 喂 一集最多只跟一位 喊話就好了 妳還要喊幾個 刻在妳心裡 所以妳今天要帶來的歌是 那首歌就是... 因為我們在一起交往的時候 剛好周杰倫 2003年 然後我就... 因為他喜歡周杰倫 我就學了周杰倫所有的歌 當時的幾首專輯 不斷的練唱 那當中 最後我們要分手的時候 我就常常唱一首歌 那首歌就是 我不配 我認為 這樣一個很好的女孩子 這樣一個很完美的女人 我認為我不配 但是我感謝 她曾經 在她最好的歲月 用她最好的時光 來陪伴我 在我最不好的時候 她讓我覺得感情是很快樂的 而且人生是很值得去等待 去追求的 所以我不配 就是當初我特別想紀念 這段感覺的一首歌 好 我想說情境故事 非常的動人 我們接下來請守恩 就來唱這一首 我不配 沒有問題 好 已經不對 我都未挽回 是我忽略後 要忍陪 這感覺 已經不對 你最後才了解 而我心碎你 受罪你的美 我不配 給Sophia Sophia Sophia 現在被Cue了很多次 希望今天音樂 沒有說錯人吧 沒錯 不管配不配 都是我們心中一段最美的回憶 嗯 我說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我是第一個出場唱 因為比較好撿 因為後面兩位都唱得這麼好聽 OK 好 會不會播我還不知道 哈哈哈哈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喔 請大家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或者是掃下面的QR Code 同時一定要記得要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內容 而且有很多網路獨享的好影片喔 還有還有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ług音樂 お願いします 蔚 刷